想法里面不是补足它的转货债 它是发展高画质电子 所以HTTV全部交过位置 那地面所谓的收视不了的问题 是交给谁呢 交给民间公司的处理 所以民间公司这几台 就哇叫了 像富士TV 朝日放送 日本TV 这些电视台 它不像NHK那么有钱 而且它还想想 我干嘛跟你投资这个东西 但日本政府就强制它一定要做 所以民间公司就跟台湾一样 它的负担就会加重 所以加重以后 就会造成一些蛮紧张的对话 好了 就有这个东西出来 我想这个字很小的部分 我们暂时不看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2011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完全达成 它有三条线 各位如果说注意的话 它有三条线 这三条线里面呢 标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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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专用的标准电视 这个地方是一个HD的系统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这一个整个六个MHz 这早期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NTSC系统 就六个MHz 它不像PL跟SEC系统那么的快 所以我们台湾 韩国 日本 菲律宾这几个国家 因为有第七舰队走过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NTSC 但我们用NTSC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频团就这么快 那在这个Segment 这个Segment 这个整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里面有标准的 有Enhanced的 ETV的 ETV的 还有呢 HighVis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画质电视 这个高画质电视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 它会 会占用台大的频团 所以这里面是这样 当我是六个MHz频团的时候 HD就是一个 就占完了 而且还不太够 压缩也够不太够 那如果说用标准电视的话 它就可以压缩电子三个频道 那当然也可以用这种 就是我六个MHz频团 我可以用所谓的 简单的高画质 中等高画质还分为三种 低等高画质 中等高画质 高等高画质 所以这高等高画质是什么 是我可以 一个频道就一个频道 那这样的话太浪费 所以干脆就它 你不要去玩地面的部分标完了 你干脆就玩卫星 那台湾目前为止是采取这一种 第二种 目前为止我们采取第二种 那当然谢唐宁当院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在开会 我们就提出来说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目标告诉他说 日本可以做的 我们当然可以做 所以我们当然要发展这个HDG点 那我是反对 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在全世界都一样 高画质电视从来没有考虑 去考虑用行动无线电视 无线电台 为什么 你再弄到频宽干嘛呢 找自己麻烦 为了只是个面子的问题 没有必要 但是呢 这个政策在谢院长的时候定 那苏院长不懂 所以他就管他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东西还在走 那我们也 必须要在2008年 就要完成一个HD的 这么一个频道出来 但是我是总觉得 好像怪怪的 为什么 高画质电视 真的不太适合用在 无线电视这个屏幕上面 太浪费 因为用在哪里 有线电视跟微信 丢到那个上头去 然后这边呢 再发展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这一块这样使用是最有效率 最有效率 三个电视频道 然后再加上行动的一些应用服务 这样看起来就好像都有嘛 都有 那品质也还好 那看电视这个就跟我们听广播一样 什么叫做高画质 电视 你给它高画质的目的在哪里 最好高品质就好了 不会高画质 为什么 因为它品质稳定就可以了 看电视就是一个消费行为 你今天又不是这么在 这个什么有钱人在看什么 剧场 电影院我们称为这个家庭区域呢 叫THX 对不对 那个东西 那个家庭有这种环境的 THX并不是说一个THX就可以了 它还必须要什么 像这种环境 就买电视机的钱还比较便宜 哇 这个装房钱还比较贵 对不对 你家里面还装房成这样子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又不是李涛 对不对 他赚那么多钱 李涛家里面就赚那么多 那么多 很棒 对不对 他有钱了 他赚得很快 那我不行 我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 那你要讲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 书游电视里面要怎么用 我是觉得这里面还能考虑 每个家庭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怎么用 你不是说搞得最后 那个 五家无情电视台还是五个频道 不可以的 那个东西你把丢给了 丢给了卫星 所以未来我们再发展一个共进共铁里面 我就特别强调说 在共进共铁里面要有个地方空出来 未来要迎接高画质电视的传说 用这种方法来走才对的 好 那么这是一个时程 然后这时程一样 定在2011年 这个地方 无限电视数位中止之后 正式播出开始 然后呢 所谓的无限的数位 数位中止之后 应该类比 不是数位 类比中止之后 正式开播 然后接下来类比的 类比的播送中止 对不对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那这个中间呢 这个过程里面大概只能够发展 像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也是一样 但是他们比我们好的 就是全国的总局播送开始 区域含大量到百分之七十六 百分之七十六 它没问题 日本人呢 在2005年的1月1号开始 他们全天后绝一个数位频道在播出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是做到的 那日本人做事大概画图是算数的 我们台湾画图是想象的 所以我们画这个图是想象的 这是日本人 所以他是说到就做到的 所以日本他们做事情是这样的 我说的我画的就是要做得到 那么台湾是画的爽的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个地方 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 全日本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频道是全国联播 NHK 两个频道 NHK一号跟三号 其他的都是地区 Local 你为什么跟他们说 我到东京都可以看到四号八号 四号六号八号十号十二号 不是还有五家无线电视台吗 不是 那五家电视台要看你的地方的人口密度 还有它的那个使用率 它的经济规模 才容许你 容许你做全国联播 所以全国联播的只有NHK 这是日本人呢 他们在规划 他们无线电视过程里面 跟我们台湾不同思维 不同想象 台湾什么 三台就三台 四台就五台就五台 一定是全区联播 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到 类比的变更 类比频率的变更 那么预计在2007年 这个度的中子 基本上来讲 这个过程是有点小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 它预计2007年开始停掉 那是很难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会有几个问题 这个问题点在哪 你的电视机内建 你的Tune要标进去 要标进去 可是要标进的时候 2007他们就开始内藏 无线电视接收器 这里面的出货量 平均每月出货量 到了2004年的时候 它累积多少 累积到138 30万台 它比我们快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电视机的速出国 所以你当然它会在这个地方发展很快 日本人是希望说什么 它发展越快 当然它未来的影音市场的占有率 它能够普及 但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部分是 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强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还有内藏式的数位接收器的 Digital LED的电视机 平均占全电视机的20%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 它整个电视机的出货量 还有这个数位电视机 特别是PTP PTP这个东西 它就平均在90%左右 一斤的部分就40% 让我们再看一下 再往下走的话 就全部都是有关的 电视机 所以我刚刚说了 在发展数位过程里面 有四个示范要注意的 一块是相被什么 一块是内容业者 一块是平台业者 一块是机具业者 那机具业者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内藏式的无线电视接收器 有无资价格等差别 只有五万块的约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基本上要让你感觉到 没有损失 那消费者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去接收它 那接收过程里面 所以为了推广 就跟台湾一样 我们有所谓电视学会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学会 一样的道理 在日本呢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 这种所谓的播送的促进会 这个无线电视的数位 无线的数位广 数位的播送 还有这个无线的数位的 这个促进会 全国的会议 所以这里面他们就开始 来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当然他们是希望说 2011年的之后 到4000万户 所以到4000万户之后 就会达到90% 所以这时候信号到百分之90% 普及率到百分之80% 这是我们在台湾所说的 过去电信总局 就现在的NCC 它所说的 当我们台湾的 有那个数位电视普及率 无线电视数位普及率 到达八成五的时候 我们就要 中止类比来接收 所以我预计是2011年 但是真的是还有一点点的问号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它不像日本 台湾不像日本的环境 能够 真的能够这样子 真的能够这样子 那日本是强制要求 他的地方电视台 把数位放到百分之90% 而且呢 他的那个收视户里面的电视机 放到八成 我相信他们做得到 因为他们电视机的 那个出口的国家 所以他是用电视机来赚钱的 所以当然他愿意 好 那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我们就很快把它带过去了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技术性的东西 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我刚才不断在提的 就这个东西 这叫Gate Filler Gate Filler就是那个小型的补系战 什么叫系 凤系 大战跟大战中间有一小系 有凤系 我把它补进去 那除了凤系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想有阴有阙的地方 我才要补系 把它补进去 所以我想这个叫补系 缝系 缝系 缝系在 好 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就 我们就把它带过去 那我是希望说 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 另外一个内容 特别是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叫 有线电视的数位的话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数位内容 我刚刚特别强调 你把数位这个字拿掉 大家都是内容 唯一的不同在哪里 就是数位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数位媒体 我生产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传说 我传说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接受 这才叫数位内容概念 所以必须要从消费者的概念去看数位内容 所以从内容一直到数位内容 一直到通路 播送媒体 接收的进去 这边不是我词吗 这一排下来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SNCRE 所以当我今天内容的助材叫 SMMessage 然后一直到Channel Channel下来之后 Receive 然后它的满意度 然后它拿钱或广告 然后接了下来又回来社团内容 这是SNCRE 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你把投射过来以后 这个地方叫什么 商业化的内容要接触 好 商业化的应用进来之后 就有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 未来要使它变成一个平台传输 比如说我们有所谓的平面的业者 我们有娱乐业者 当然还有贵族业者 还有影音业者 这些业者呢 不管你是什么业 哪怕你是出版业 对不起 你进来以后 全部让它低取台词 数位化 无理 说穿了就是要怎么收钱 怎么收钱呢 然后说穿了就是什么 你的贫款 要去规划 到底要多少平方 为什么 为什么考虑这个问题 你当然给它这个东西 你平方太宽 有没有 好的不得了 它接收了之后 Lag 没有用 对它想没有意义 所以因此呢 你要考虑什么 要给它一个串流的技术的过程里面 版权的管理跟收费机制 然后留个平方管理 有这个管理之后 接下来才进到我们网络的服务 这里面呢 就是三网 无线有线跟卫星 进来以后 接下来 哇 就到哪里 哇 下来以后 你要怎么看就怎么看 你要怎么看就怎么看 你要储存的 要性能看的 然后要点选的 要互动的 通通可以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数据内容产品 这边就是我们数据内容 服务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之后 就是数据内容的产业的定义 所以这里面定义是什么 图像文字影像声音 包括资料的运用 资讯科技加以数据化以后 整个应用之产品或服务 那展现方法就是如此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我们数据内容 这一套东西 我曾经在这个场合 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 我去韩国 才看到说 哎 怎么 一样 我觉得一样 我才知道是台湾去操他的 我研究半天 哇 台湾人怎么那么聪明 马上就弄出来 我去韩国以后 后来我才看到很大很赶快 原来是我去操他的 是这八项 二 四 六 八 这八怎么 韩国人去年又提出一样一种 那一种旺调是什么东西权 他认为数据内容有九种 九种 那去年之前大概就八种 所以我们台湾就操它 过来以后就八种 这八种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 反正这个大概就是数据游戏啦 电脑动画啦 数据学习啦 影音啦 行动内容啦 包括网路啦 内容玩起来还是出版的 好 这个就是数据内容 你拿掉数据之后就是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 有数据以后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压缩 压缩以后不受伤 第二个呢 汇流在一起之后呢 可以大家诚试试 格式是一样的 第三个呢 计算评款 比较方便 也就不是说 我今天我唱歌的 也用六个MHz的频道 坐摊型的 也用六个MHz的频道 以前我在空中大学讲课的 一人在那边 拿着稿在念的那种 也是用六个MHz的频道 不需要嘛 做了讲课的 给它眨一点 1.5MHz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诶 运动的 你讲六个 为什么 运动的有时候 它那个速度比较快 像那个什么 嘎尔夫球 你不要看小看 嘎尔夫球 这个东西 拿出去以后 如果说你 你那个频道不够的话 那嘎尔夫球就 对不对 那是没得完嘛 所以棒球的 嘎尔夫球的 球赛 一定要给它 足够的频道 坐谈的 不需要 一个人讲 那更不需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讲说 其实 数据内容 最大好处 因为加速会画以后 大家会比较理解 而且 电波的使用 会比较会效率 电波的使用 会比较会效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内容来看的时候 这张图不是我那个味道 我不会画 这是人家画的 画出来以后就说 从这个内容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里面你看 人才技术 就到日本去取经 市场产品到这边来 因为当代工 那海外华人 这边创与代工 因为我们跟好莱坞之间 长期以来的合作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 人才培训到哪里 到加拿大去 到加拿大去 市场人才跟技术 到欧洲去 所以从这个内容来看的时候 你看 这个图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 这产业目标 我们就摆在这里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全球的市场跟亚太的花纹市场 把它分开 分开来看 亚太的花纹市场里面 我们有必须做到创新领导 代工管理 然后国际内容的 产品的花纹化 还有花纹内容的产品的精致化 这是我们之外 在数位内容产业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把它切开 原因在哪里 因为我们跟全球内容之间的接轨的程度不是很高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文字 还有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的问题 你的素材出去有问题 竟然是没有问题 代工 当然是以前一直在做ODM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会碰到一些发展的一些背景 所以这里面有人就提出来说 那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 画出一个图出来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亮丽 你看 哇 促进投资 哇 研究发展 哇 我们可以采用资讯的行销 这边有推广 如果说这几件事情能够做得好 下面不必管 没关系 有什么 因为下面这个东西是 人台 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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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环境建设跟法卫 这是我们叫infrastructure 这是我们所谓的基础建设 比较上层的建设在哪里 在这里 资讯跟行销 推广跟促进 这是我们上层建设 中层建设就是我们要赶快的 一个研发 一个什么 促进投资 把钱弄进来 把技术弄进来 把技术弄进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数位量 所以我们说数位电视 但是未来要发展的话 一定要把电子数为影音 数位影音的话就是数位内容 数位内容的部分 变成数位产业 这里面有三个口号 这三个口号 这看我们会喊 产业规模化 人才 国际化 产品 精致化 这个喊起来是很亮丽的 不做起来可能这段要走漫长的路 要走 所以这里面就有几个面向 好 这几个面向 我们很快把它看过去以后 我们就不再谈它了 我希望花一点点时间 大概二十多分左右 不到时间了 我很快把另外一件事情 要把它说完 这是我们所谓的 有线电视的数位化 过程里面所碰到的问题在哪里 那以海参大风为例 那还没谈之前 这里面就谈到数位内容相关的议题 我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大概就几个议题 第一个要谈技术规格 进一项 参商管理 这是一定要的 市场规模跟版权跟安全 这是一定要的 跨媒体跟消费之间 另外一个分类分流 资料库的部分 分类研蒙跟分拌 还有直接销售跟整个行销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 说穿的就是三个东西 三个字叫MIT 一个是Marketing 第二个是Integrate Integrate 就是我们所谓的 Information Integrate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资讯的一些整个 完了以后是什么 Technology 其实Integrate这个字眼 也要把它改变一下 变成Innovation 这是以前新闻局提出来 在新闻局的时代里面 这些MIT的概念 我再说一次 M字是Marketing I字是Innovation P字是Technology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把它弄起来之后 就有带个这几个东西 要谈的吗 好 这个部分我们无法带过去 我们就不看了 我希望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跟大家谈一下 那个海山大风的一些经验 不是很舒服的经验吗 好 麻烦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那刚刚我们看过无线电视 前面呢 看过这个行动的机具 发展数位 未来产业的一些契机 同时呢 我们来看看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来发展 数位化 它的优点在哪里 优点在哪里 第一个 特别是台湾 台湾到目前为止呢 是全世界跟荷兰 差不多的地方 就是荷兰到百分九十 荷兰到百分之九十二 整个荷兰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家庭 是用有线电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目前为止我们优势在哪里 它们股击率很高 第二个呢 因为它是什么 频道资源 因为它服务本来就是 必然的宽屏 必然的宽屏 而且呢 发展数位化之后 对有线电视业者 要让它有个诱因 什么诱因呢 第一个告诉他说 你有一些石阶屋 这石阶屋不是叫偷阶屋 偷阶屋就很难听了 石阶屋是什么呢 我们家里面每个石阶屋 我们几乎在座的各位 你我可能都是石阶屋 也就是我家里面有 比方像我家有五部电视机 那我就有四部是石阶 按道理说什么 发展数位化以后 第一部电视机到第五部电视机 每个机上都有机上 这个才叫它最满足的 可能吗 我一定反对到底 对吧 一发展数位化以后 那我要买五个盒子 那我要付五个钱 那怎么可能 有没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 第一个因为损失的关系 所以一直都绝对不容许 这个有线电视发展数位化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头端建设的成本很高 头端建设的成本很高 所以系统的版图可能会重新整合 为什么 很简单吗 它不是在想 想一件事情吗 台湾原来是有五十一区 后来变成四十七区 未来会小到十七区 未来会弄成四区 最后的目标是 台湾只有一区 一区的目的在哪里 中华电视不是一区 那当然我们就有一区 后来中华电视来做 MOD大电视的以后 就告诉他说 你落前为止还不能一区 你还是呆区 所以中华电视就很乖 来申请十三区 十三区 所以他现在拿到十三区执照 那十三区我经常在审东华电视 他告诉我说 他说一百五 拜托一下帮我 调个价格 我说你调有什么用 你喜欢 我帮你调 所以我去年 我就把他调到两百 调两百 两百有什么用 对中华电视有没有意义 不知道 弄到NCE成立以后 马上指引你中华电视 在执行MOD到底合不合法 反过头来 很麻烦 我现在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我今天发展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当然就要考虑到什么 是不是要把 因为他投资的规模要大 市场规模要大 他投资才可以 所以因此就可以排除掉这个独立系统 所以独立系统 台湾现在目前为止 独立系统有几家 像台北市就有一家独立系统 还能赚钱联维 而且我看过他的财报 是全台湾 到目前为止有线电视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营收最好 独立系统 因为那个地方太密集了 人口太密集了 拉过去以后就一个霸掌 哇 那全部都是 那如果说今天我到部落里面 第一年到第二年 可能五六公里 但是两三百户人这样 但是这样的话 这样搞怎么行呢 这边我一拉过去 我马上就一个霸掌 对 我税年尾会赚钱 就是这样 你看他嘉义的事情 也赚钱了 他密度很密啊 对不对 他的维修 又没有天灾的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 未来 有线电视业者发展数位化的洛权 因为他有这些 但是呢 他有他的劣势 到目前为止呢 他几卡不分离 全世界发展任何的 任何的数位化的东西啊 一定要跟这个一样 我把这个卡片拿起来以后 弄到楼梯 我弄到那个一粒性 对不对 弄到什么东西 都一样 都可以使用啊 但是问题是 有线电视业者 他有宽度 有高度 就是没有气度 所以现在 有线电视业者不愿意 不愿意 后来我就问他们说 你这样对你 没什么好说 没什么好说 那业者就告诉我说 那也问了我的老板 我们的老板不是台湾人 是外国人 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说吗 外国人 他基本上来讲 美归跟欧归 基本上来讲 他是壁垒分明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有线电视的 还有这种难言之疑 那其实啊 他们也知道说 要把市场规模加大 要把这个消费者打死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那这问题是 你敢联合 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setup box 是他目前为止的 最大的灶门 这灶门是来自于 他背后的投资到蓝固一样 所以整个 他必须要增加用户 他必须要转弯成本 但是增加用户可不可能 像台北 你增加用户 你怎么增加 到现在为止 台北已经到了 87%左右的普及率 87分要加到90分 是很难的 45分要变成70分 是很简单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台湾 断围起来 像云林的台西 像台南的布袋 这个河嘉义的布袋 是台南的海边等等 还有很多 它的普及率就50% 所以它的空间还有 就是大分数 50要变70很简单 87分要变90分很难 他空间真的很小 很小的情况之下 他唯一的什么 我不能增高 但是我可以加胖 怎么加胖 怎么加胖 很简单 第二部电视机 第三部电视机 不是加胖吗 所以我要 我要开始在发展数位过程里面 为什么那么大的阻力 是来自于哪里 就是要思考第二部电视机 第三部电视机 那个气度 要告诉他说 没有关系 你不要担心 不用担心 你只要买机上盒 你怎么接 我只是一物 还是说一物 讲 问题是有线电视业者 目前不是这么想 他是讲 想要什么 增加不是用户 增加电视机的收费 这个会引起 那个什么 消费者的反弹 这个部分 是我觉得 我觉得有线电视 在推动的过程里面 那个脑筋 真的要转一下 那么第二 另外一个是 政府不太可能 会引去补助他 其实补助 不要谈了 不要欺负你就不错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无线电视业者 他积极一定要赌 要赶快长大 长大的方法 就是掠夺他 有线电视的收视副 把他吸过来 那无线电视 因为他是工资源 所以政府会给他钱 有线电视给你钱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所以台湾呢 你看那个几年前 大概四五年前 所有钱都是把他 放在公立学校 后来私立学校联盟 去跟教部 抗 抗 抵抗 是说什么 你怎么把钱 就不丢在公立学校 后来才把钱 慢慢公立学校 减少不住 然后把钱 拿过来 补助私立学校 但是他是学校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他是学校 他是财团 也不是媒体 所以因此呢 政府要把钱拿过来补助是很难的 但我刚说到 有线电视业者 演员又鼓器 他也不要求政府补助 他只要要说 你不要管我就可以了 你不要管我就可以了 你不要管我 我觉得你非常满意了 但是政府说我可以不管了 我可以不管了 但是最后谁管 民意代表都管 民意代表 现在问题是最重要的是出入在民意代表 是民意代表 基本上来讲是不放过这一点 为什么 他认为你的机上盒是不要钱 不该要钱 哇 那我们海山大风 他就很有杆子 不要钱就不要钱了 反正一区 海山大风本来就一家了 老板是一个 所以因此我就给你不要钱 就一不要钱了 一弄下去以后 不要钱的东西拿会是好的 所以到大陆去拿了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过来 把它撒下去以后 接下来故障了故障 维修了 带维修了一大堆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 这到底大家很尴尬 到底数位电视是好的还不好 大家都很 本来就很质疑 现在根本不必质疑 本来就不好 数位电视本来是好的 就是因为一搞 东搞西搞 他搞坏掉了 所以我这里面就会成的 另外一个 MOD是加深数位花的 有线电视市场进的 喝不爱 通话电视的业者 当然说 太高估我了 太高估我了 其实不用担心了 不会的 但是有线电视业者 他会怕 为什么 他怕的地方 不是说他一区 全区经营 因为他现在已经变了十三区了 不怕货 所以不怕 怕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财大气粗啊 财大气粗 他有钱 今天如果说今天 你把这个地方 中华电信这个地方 MOD只要有资 当然 无线电视讨论他合不合放 因为有线电视业者去游说 说MOD是一个文化 因为它那个文化结构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 练度的问题 其实啊 只要你不管它 MOD是台湾的机会 我觉得 要发展数位电视的话 MOD是一个能够的机会 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来讲 它后面有钱 左边有技术 它技术是不错 所以如果说 从台湾的整体的数位电视的产业 来看有线电视的话 我觉得应该给它机会 但是 是不是能够那么的愉快 可能很难 好 我就以台北县为例 花一点点的时间 一点时间很快把台 到目前为止 台北县里面 十四个有线电视系统 这里面呢 有三个MSO 一个独立系统业者 独立系统业者大概是这些 所以台北县里面这些 事实上这些骗人的 这些独立 真的独立系统业者 只有这两个 海上的大宝 是一家的 其他的通通跟 跟东升 或者是中家 这个有挂在一起 他们也是也都不否认 像那个新双河 这哪是什么独立业者 不可能啦 大家就是开着窗户 说这样的话 你不要再打迷糊上 所以这里面是这样的 我就说 事实上只有海上大宝是 一场 其他的都是拿过来 好 那我们就说三个MSO 一个中家 一个东升 一个富邦 富邦就是富邦加太平洋 富邦进来加太平洋 就这么简单 好 那这里面十四个信统业者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 他有做的是哪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 对不对 这几个 那他呢 跟他是站在一起 他跟他在一起 那我刚刚都讲了 你住在中永和人 大概住在中永和人 大概都知道 当你是要看数位电视 你请你到这边来 当你不看数位电视的时候 没关系 现在是一样的 我把你的客户的名单 把他带给他 那这样就可以了 后来 后来那个 被民意代表发现了 民意代表就出来主持公道 公道认为你不可以这样子 这个是也他们自己感觉 我没有被欺负你 那为什么还没打你之前 你就说 就很痛 你知道吗 这很奇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集团化的人 用台北线为例 数位化的动机在哪里 他做不做之间 对他配合集团的整理发展 比如像中家 他一定要发展 非发展不可 比如像东盛 他一定要发展 非发展不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两个 他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东盛呢 他的配合远景发展 他的决策 放掉系统台 因为他的决定 结束了 效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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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